呃 我們剛開始畫的時候不會太注重輪廓 就是整體的色彩全部上去 然後它會流動,因為水彩本來就會流 所以我就讓它流 再來就是 差不多的時候你再用毛筆的話 是把花稍微點一下 東方會的話大概做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因為東方的旋址 做到這裡就沒有了 但是因為是水彩可以刮 所以到水彩的時候我開始 這個時候 我會把花的那個動態稍微勾一下 你本來在用筆的時候已經可以協議 可是刮,刮是什麼定義? 水彩有哪一些技巧? 刮本來就是一種技巧 只是大家用不了那麼多 眩、染、字、波、破 有一大堆技巧 撒鹽巴或什麼都好 反正就是一大堆技巧 那 今天 血液已經可以把上面的花這樣勾得出來 那如果你用橡皮擦把它擦亮一下 會不會比較好 所以刮是一種擦亮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用洗它會褪色 那顏色會褪掉 你會覺得本來這麼鮮豔被你洗掉 那你就沒意 不如刮它一下 那刮又有一種概念叫做破 破 所謂破就是說 如果你畫一條線 看起來功力不太夠 會被人家抓到某種 刮它一下 那一破它沒有人看得出來 沒有人看得出來你的功力 所以我認了一畫不好 刮它一下 破它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破法是我們的畫法裡面 一個比較聰明的畫法就是 如果你前面亂畫 稍微講一下我們的畫法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亂畫 剛剛 如果說 剛剛開始畫 是 一個 你看一下 為什麼我輪廓畫這麼簡單 我稍微 交接 比如說花在哪裡 瓶子在哪裡 稍微勾一下就好 因為我不想被那個花 形狀所限制 所以我大概勾一下就好 第二個呢 我會把我要的顏色 在那邊調 調很久 然後調的時候 就邊想你待會要怎麼畫 我們畫油畫也是這樣畫 我們畫畫就是 一般我們畫畫這樣 我們先講一下你們畫畫的方式就是 都好油 然後用什麼顏色調什麼顏色 要什麼顏色調什麼顏色 調是理性 畫是感性 而理性感性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所以一張畫 要畫完 要花滿多時間 那因為我教了一個88歲阿嬤畫畫 他已經沒有 沒有太多力氣在一直調原料 那我們就幫他 擠一擠 然後告訴他 調一條 然後告訴他 一個顏色大概亮 暗 中間色 大概這樣 然後都調好 比如說花的亮色 中間是暗色 葉子的亮色 中間是暗色 有人這樣聽可能覺得他沒有畫畫的樂趣 因為 好像 好像 好像在做工一樣 可是 如果你把你的心 放在畫畫的當下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畫畫的時候還要回來調一亮 畫畫還要回來調一亮 這個 這個邏輯已經有點問題 好 簡單舉例 比如說今天七點半有人要來吃飯 那有些要先煮 有些要後煮 有些要洗好切好 那是不是來的時候一下鍋就好 所以所謂剛剛講 數學就是 譬如說你們買了很多顏色 那用畫的時候 直接沾那個顏色上去不最快 如果還要在那裡調調調 那很多老師說 顏料一定要調過 這樣 這個我學生問過很多次 老師 我們老師說 顏料一定要經過調才能畫 因為我年輕也是這樣 就是 我的所有顏色 一定要調過 因為它比較中間一點 那我後來我是覺得說 顏料製造上 花時間把它做很鮮豔很漂亮 然後碰到我們這個畫家 就每一個顏色把它調髒髒的這樣 然後就覺得這樣比較有氣質一點 不是說不行 我的意思是說 以現代繪畫已經發展到這種 這種時代 那種觀念是 算 古典繪畫的方法 那古典繪畫也有好幾百年了 那已經好幾百年的事情 那現在還有人 還有人在提這個論調 不是不行 是說 它自有它的美感 所以有一個老師說 他的 他畫畫從來不用白跟黑 那我就講 這個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東方幾千年來都用黑色在畫畫 那你不畫白跟黑 那這個 顏料要少掉兩個顏色 如果你只買二十四色先拿掉這兩個顏色 那其他顏色又不用 又要拿掉 所以這個是顧顧自封 就是把自己限制住 其實沒有什麼不能用 螢光色也可以用 現在會不會很多人用螢光色很漂亮 對啊 現在很多人穿的服裝 你們看那個 你們看那個鮮綠色啊 鮮粉紅啊那種都很漂亮 現在人比較活潑一點 以前可能 比較古老的時代 大概也做不出那麼鮮豔的顏色 先上去 大概上去 然後再加重一下 那不是叫你們這樣畫 我說就是這樣畫 而且你看綠色跟橘色放在一起 其實也蠻漂亮 有時候顏料放在一起就很漂亮 所以剛剛我講說讓那個阿嬤這樣 全部弄好 然後結果他們畫一張油畫二十分鐘 一張花的油畫二十分鐘畫完 然後他每次畫完就說 朱老師我要簽名啦 他每次就是要簽個名 那代表他今天這樣OK了 所以如果 如果 如果畫一張油畫二十分鐘畫得好 那幹嘛用古老的方法要畫三個禮拜 像那邊有一張花 看一下他 那個油畫 那邊 對對對 那個大概也就四十分鐘就好 齁 可是他用了很多方法 當然 剛剛要講這個東西就是 我用了很多 技巧 可是技巧的由來是因為 概念上的問題 不是說不能用技巧 是你學了技巧以後你要去思考 這個技巧原本是要做什麼用 不是一直拿這個技巧在做這樣 好 那因為這種畫法我剛剛講就是 第一個他亂化 亂化以後就有意外 意外那我們就隨機做 隨機 對吧 因為亂化就有意外 那意外就隨機做 隨機就順勢 順著他樣子就做下去 那順勢以後 就會做到亂七八糟的這樣 不可收拾 然後那個時候再 收斂一下 可是一開始收斂 又會把剛剛那個活潑 全部又弄 快要 又要死掉 然後我們再給他破一下 你收斂他以後再破他一下 這樣的話 你的畫裡面都會充滿驚奇 就是連自己都會嚇到 因為那不是你控制的 不太像是你完全你控制 那所以我跟學生講說 你不要去控制畫 你要控制畫的時候 他畫已經死了 這樣講會不會比較強的就是 當你想要去控制這張畫的時候 因為色彩很有生命力 線條很有生命力 你去控制色彩跟線條 你會把它玩死掉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色彩線條自己去玩 然後你自己再幫忙一下 幫忙一下 所以 所以我如果我們把速寫的手法翻過來說 就是說 我的畫畫就是速寫手法翻過來 就是 我先把色彩放上去 我再用線條去勾出來 我後來用刮的就是白色的線條 那一般你們會用黑色線條 越畫越重 我是越畫會越輕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的畫是越畫越輕 那你們畫會越畫越重 因為我的方法是減法 你們方法是加法 我的方法是用橡皮擦去擦亮 你們是用暗 從流量慢慢畫到暗 意思說他穿那個藍色衣服 一般我們畫我們就 最淺的藍色上去 再用中間再用暗 這樣淺色要畫到暗要三個步驟 那如果每一個步驟五分鐘要十五分鐘 如果反過來做 我先畫他的中間色 畫上去 我把他的量刮出來 暗點上去 我只要一個步驟 不用等它乾 一個步驟 然後最後 快要乾的時候 再稍微做一下 這樣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如果大紅色衣服 如果你先上粉紅色 再畫中間紅 再畫暗紅 那顏色都死掉 因為他疊兩層三層 顏色疊兩層 那就快死掉 疊三層一定會死掉 正常來說一定死掉 當然有些人疊不死 那個沒有辦法 就是說正常就是 你畫整件衣服 就是整塊紅色全部上去 這樣很爽嘛 大紅上去 然後用刮刀把亮的地方刮出來 把暗的地方加上去 OK的 那如果你要 像我說 為什麼我反過來做 我是用速寫的觀念去畫 所以我盡量 減少他的步驟 或是最快的方法 像我們太極拳說 我們的拳打會走最近的路徑 那個步驟 那個動作很小 譬如說我要靠過去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個動作很小 這樣就過去 那打人的時候 手不是要拉很大的動作 這個動作 就過去 所以你在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葉問 詠春 他一直在練那個很小的地方的做法 那個叫做技巧 他在一個小地方可以做非常多的變化 那他的拳會比較沒有力 是因為他很短 那很短沒有力 問題是 他打得到你 你打不到他 你永遠打不到他 那你沒責啊 因為他動作很快 你永遠打不到他 至少他這裡 所以詠春是 詠春發明的 那是一個 你女人打的拳 比較沒有力氣 但是他可以動作很快 所以火雲邪神說 天下武功唯快不敗 快一點是進步的方法 速寫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用 轉過來速寫 不是只用線條 大塊 大色塊也可以速寫 用刮的用什麼 任何工具 都可以拿來速寫 那我們現在講那個 要休息嗎 我們今天的題材是虛跟死 我先講一下 南宋會畫 他的邊角畫法是這樣 北宋會畫 他是剛發展山水畫 所以他很嚴肅的 去把他所有的東西都做出來 到了南宋的時候是 因為他們住比較南方 所以風景沒有那麼大山大水 然後開始都是 雲雲雲雲雲的 所以他們 在那裡 他在這裏 很健康